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九五二页 昨天讲过的这一段 九五二页 第十行 《余诸世间衰损与兴盛》 唯贱其苦不欲献钱 世明于可验法身生验详 舌等事相 这个舌等事相 我昨天说舌生鲜卫处 杨尔比特森说的不对 应该是舌生鲜卫处 这是五项 加贪嗔痴 加上男女 这叫做四项 这么说 昨天讲的这几句 要披不舍诺 而为上手 内略其心 其猛胜观 厚焉原相 我昨天讲是 要披不舍诺 而为上手 这个上手 就是以披不舍诺 为修行的重点 我的披不舍诺 修得不好 我希望把它能够增长 能够进步 是令它好一点 叫做上手 上手是这样意思 是内略其心 那么怎么办法 能够使令披不舍诺 好一点呢 就是除了修披不舍诺之外 还要修指 就是修舌摩托 舌摩托就是内略其心 就是心在所缘境上面 不分别住 这个内就是所缘境 在所缘境上无分别住 极猛胜观后因缘相 这个修摩托是 这个披不舍诺 能够极猛胜的一个因缘相 现在我的披不舍诺 修得不理想 但是我以后的披不舍诺能进步 能达到极猛胜的时候 那是要以内略其心为因缘相 就是一直能帮助披不舍诺进步 我昨天这么讲 但是披不舍诺上不这样说 披不舍诺说的也是对 按照披不舍诺的意思 这段文应该这么说 要披不舍诺而为上手 内略其心 要是你这个时候 你先修披不舍诺 这个上手是先的意思 就是在前 先修披不舍诺 然后就修内略其心 修施摩托 如果是这样次第的话 就是极猛胜观后心缘相 这个披不舍诺 你如果修得非常的有力 有力量 极猛胜的披不舍诺 那它就能帮助后边的奢摩托 是令它强起来 就是披不舍诺一个修得好 它能帮助奢摩托进步的因缘相 这么讲 这么讲也是可以 下边那一段也是 要奢摩托而为上手 要是你这个时候 先修奢摩托 然后发起披不舍诺的圣观 这样次第的修止观 那么极猛胜的指 如果那个指修得特别有力量的 那么这个极猛胜子就能帮助后边的 批不舍诺的强大的一个因缘相 这个摄摩托能帮助批不舍诺进步 批不舍诺能帮助奢摩托有进步 这个义和昨天讲的是一样 但这个文可是前后次就讲的不一样 这是第三颗因缘离相 因缘离相 就是这个广分别所缘离相里面 先是所缘相后是因缘相 第三颗是因缘离相 因缘离相 这个有两种四种座义 两种四种座义说完了 然后再广分别这个座义项 这里分四颗 第一颗是标 应远离相符有四种 修止观的时候应该远离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 应该把它消除 有四种 一则是成相 二则是调相 三则是着相 四则是调相 这四种应远离 下边就是解释 解释分四颗 第一颗先解释个成相者 未有所缘相 因缘相故 令心下跌 有所缘相 就是所缘境 就是以所缘相跌 就是于所缘相跌 浑沉了 沉默了 这个浑沉和沉默 还是有点不同的 就是浑沉是重的浑沉 沉默是轻微的浑沉 这个轻微的浑沉 如果你心粗的话 你就容易误会是得定了 轻微的浑沉 心里面没有分别 没有妄想 杂念 心还对于所缘境 就不是十分明了 不是十分明了 强盛的明了性 沉默了 沉默了很多 还有小小 就是不是十分明了 那叫做沉默 就是不明了 于所缘境 不分明地显现了 但是可也没有 没有打妄想 也没有那个急重的浑沉 就是轻微的浑沉的时候 那叫做沉相 当然也包裹着浑沉在内 这个为什么会有沉默的相貌呢 未有所缘相 就是由于所缘相不能分明地显现了 由于奄缘相 由于奄缘相 就是你不守根门 没有学习根律意 没有于私资量 没有修初业后业 修较无欲切 你没有这样做 没能正知而助 这些修定的资粮 你没有这样做 没有这样做 你是艳离心不够强 而攀着睡眠 就这样的因缘相 故令心下的 使令心下就是沉默了 沉默像那个鱼 不在水面上 沉在水里面去了 沉在水里面去了 就是下 就是这个所缘境 这个所缘境应该明明了了的显现在你的心上面 但是那个所缘境沉下去了 就不分明了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原念所缘境的作意没有力量了 这个链就是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的关系 所以令心下跌 这个沉默的相貌 这件事是应该要远离的 一定你静坐修止观的时候 你这个明了性要特别强 你自己常常反省的时候 你会知道明了性有强有要的不同 因为是你吃完了饭 过了一个多钟头以后 你静坐的时候 这个明了性就特别强 你要是在昏昏沉沉的时候 所以你这时候自己努力的振作 我不要昏沉 但是你这个时候这个明了性就小 就轻微 那个成分就降低了 这个明了性它就有强要的一部分不同 现在这里说这个沉相 就是与所缘境的时候 那个心不那么分明 不能分明的原念所缘境 那叫做沉相 这是应该要远离的 这个调境者 调境者 调境怎么讲呢 就是调动 唯有所缘境者 唯有所缘相 因缘相故 令心高居 唯有所缘相 与所缘相 不能安住 心里面就有调局了 就调动 这是因为这个人多数是在贪嗔痴的烦恼里边 贪欲的烦恼强的人 就是会有调局 前面那个成相 就是贪嗔痴的三种烦恼里边 愚痴的烦恼特别多的人 就容易有成相 这个贪欲烦恼重的人 用于调相 所以这个贪欲烦恼重 就是调相的因缘 于所缘相 调动不能安住 也一样是 是不守根门 没有学习安住 没有学习根律 没有学习 与死之谅 也没有学习 较无欲界 也没能正之而住 常后有亲礼的寻师 想起来我师父了 想起来我师兄了 有亲礼师 有国土师 欲寻师 会寻师 害寻师 亲礼寻师 国土寻师 不离 不识寻师 交慢的寻师 各式各样的寻师 这样子的因缘 令心高举 令你的心高举 离开了高飞远举 离开了索元净 就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就不按住所远镜 第三个是着相者 这个是 未有所缘相姑 因缘相姑 令心于静 其言其着 作诸恼乱 不守根门 这个招相者 这是一个顿根音 未有所缘相姑 与所缘的境界上 起了直招心 他的奄缘相 他的奄缘相 那就是 也还是这几种 不守根门 不能够于事自量 不能修教育 欲学 不正之而助 这些事情 而这个 与这个 所称相会主 这十种相 心里面 就是直招 令心于静 其言其着 这个艳离心不够 没能够修远离想 使心于静 其言 其着 这个着 就是比眼 还是重了一点 是作诸恼乱 自己给自己做了很多的 恼乱自己的分别性 所以就有了很多的支招 滥相者 未有所缘相 因缘相姑 令心于外 慈善 慈善咬动 这个滥相也是顿根音 就是 不欢喜寂静著 就是欢喜各处跑 欢喜多事 多分别 这些事情 也是 不修根律意 不能如与世之谅的这几种 所以 未有所缘相姑 因缘相姑 令心于外 慈善咬动 不能安住在所缘境上 就是爬到外边去 也需要分别 心跑到外边也需要分别 这个调局也是散乱 但是调局是指贪欲这方面的烦恼 叫做调局 这个烦相就是散乱的境界 就是一般性的散乱 都是散乱的 可是分这么两种不同 令心于外 痴善咬动 如是诸相 如前等隐地中 已说 就是前面 就是前面这四种应该远离的像 是在前面那个等隐地里边 已经说了 就是那十一卷 十一卷里边的 金灵课中处的本质是十一卷 十九卷 问如是诸意 于所缘境 其圣节 是有几圣节 这是第二 是所缘圣节 前面这广分别 分两颗 第一颗是所缘境相 这个说完了 现在是第二颗 所缘圣节 就是如是作意 于所缘境 前面说到这么多的作意 在这个所缘境上面 发动的圣节 就是观察 观察思维 观想 叫做圣节 但是是有力量的 叫做圣节 有几圣节 有几种不同 这是问 下面回答分四个 第一个是不要 答九 有九种不同 何等为九 这是真 下面第三颗就是列 一有光景的圣节 二无光景圣节 三磁顿圣节 四接力圣节 五狭小圣节 六广大圣节 七无量圣节 八清净圣节 九是不清净的圣节 分这么九种 下面第四颗是解释 分九颗 第一颗先解释 有光景圣节 有光景圣节者 为与光明相称心散去 与光明居所有圣节 有光景圣节是什么呢 为与光明相称心散去 就是日月灯的光明相 当然是太阳的光明特别强大 你对这个光明相称心散去 这个心的沉静下来 就是远离着一切的杂念 心的寂静下来 你能散巧地把光明相取在心里边 与光明居所有圣节 这个能圣节的就是观想心 光明是所观想的境界 这等于是以光明为所圆境 但是光明能取在心里面 显现在心里面 这也要经过一番的学习才可以的 就是比如说现在是黑天 不开灯 房子里面不开灯 但是你能够心里面取到光明相的时候 和白天一样 你闭成眼镜了 就感觉和白天一样是光明的 那就是有光明圣节了 这还是不容易的 你要不这样练习 要没有日月灯的时候 你睁开眼睛是黑的 不睁开眼睛也是黑的 所以这个光明相在律上 我们初见的戒律上 广律上 佛城告诉辟修睡眠的时候 要想明相 其实就是这么个事 不要因为你在黑暗里天黑了你在睡觉 不要这样想 你心里面要现出了光明相 这叫做 与光明居所有圣节 这样的圣节是能观想的 光明是所观想的 能和所是在一起显现出来 这叫做与光明居所有圣节 这是第一个有光景的圣节 是无光景圣节者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 我与光明相不能散去 你不能散巧的 把光明相取在心里面 与暗媚居所有圣节 那么你就 没有光明就是黑暗了 那么你这个圣节就是与黑暗在一起活动 这是这样子 持顿圣节者为顿根深中所有圣节 这是第三个 什么叫做持顿圣节呢 为顿根深中 根性顿的音呢 他的五蕴神里面所有的圣节 都叫做持顿圣节 就是他的信心念定会 不管他怎么样圣节 怎么样观想 都是属于持顿性的 是接力圣节者 就是第四个 接力圣节者为利根深中所有圣节 就是根性特别利的音 他的深中所有的圣节 所有圣节都是民节 这个节是民节 利是他这个圣节的力量 作用非常的厉害 那个顿根根的 他也是有圣节 但是慢 力量也不是那么样的锐利 所以叫持顿 这个叫做 接力 瞎瞎圣节者 神门意思呢 为瞎瞎信欲 举行圣节 即瞎瞎所缘 一节圣节 瞎瞎圣节 为瞎瞎的信欲 这个信 你对佛法有的信心 这个信心 信为欲所一致 有信就欲 如果你相信佛法说的 世间有苦极的因果 出世间有灭道的因果 佛赞叹出世间的圣道的因果 特别殊胜 微妙安乐之在 世间的因果是苦 你要相信了 你就会有欲 就会希望 排解出去的苦极 而成就灭道的因果 你就会有这样的欲望 所以就是信就有欲 现在是狭小的信欲 他这个信欲不是很强大 我们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菩萨要广度众生 得无上菩提 那么那就是广大 身为远角的 对佛法的信欲 我指图自己 解脱圣师得涅槃 那么那就是狭小的 为狭小信欲 举行圣节 这个圣节是能观想的 一定有所观想的 能所是居心的 既狭小所缘 一节圣节 还有狭小的所缘境界 狭小的圣节所缘境界 一节圣节 一节思维 就是与所缘境去思维观察 所以就是一节圣节 这个是有所缘的不同 有作意有圣节的不同 这个所缘就是圣节的所缘境 两回事但是不能分离 如是作意狭小故 既所缘狭小故 明狭小圣经 就是你这个人呢 是个狭小 他的作意狭小 就是他这个心量 不是那么广大 它狭小 既所缘境狭小 所以叫做狭小圣节 所缘境和作意 作意也就是圣节 作意是能源的 能源和所缘是不能分离 所以所缘小 能源也小 能源小 所以所缘也小 这就叫做狭小的圣节 看这个批询节 下小圣节等这三八七多地中 所有小三八地 或有所缘故小 这个所缘境小 所以叫做小三八地 什么呢 观少舍故 他这个所缘境 以舍为所缘境 他观的舍观的少 比如说观这个莲花的光明 莲花就是那么大 那么就是小 一个是你观这个光明广大 乃至到大海边 大地大海边去 这么大的光明 那就是大了 而不是小了 前面的文说到 观天这个修行人 修这个光明圣节的时候 观天人的身相的光明 身相的光明 或者是像树这么大 哪知道像大地这么大 大海那么大 就是由小而大了 这是所缘境界的大小 能源的圣节也有大小 现在说小的境界 就叫做狭小圣节 是这样意思 广大圣节者为广大信誉 居行圣节 既广大所缘亦解圣节 假设以光明为所缘境的话 这光明像大地那么大 像大海那么大 但不是无边无际 还是有边际 那就叫做广大的圣节 如是作意广大故 既所缘广大故 名叫做广大圣节 在律上有个塔坡摩洛子 是个阿罗汉 是夜间 他是为大众生执事的 要是夜晚还有必修来挂丹的时候 那么那个必修没有神童 那么他就手指头一伸 这个手指头放出光明来 就好像一个灯似的 那么领这个必修到廊上去 实在这个光明就是他的圣节 当然这种我们出销光明圣节的人 只是在心里面想有光明 事实上别人看不见有光明 但是修成功了也不是 他要是心里面有光明圣节的时候 那就是真是有光明了 就能破除黑暗了 所以佛福是有光明 有两种光明 一个是果报的 果报体它就是自然的发出光明来 一个是他内心里面变现出来的光明 所以我们念观世音菩萨有种种灵验 实在那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节 观世音菩萨也并没有来 但是你就看见观世音菩萨了 实在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节 广大所缘一节圣节 如是作异广大过及所缘广大过明广大圣节 我们看阿罕今也好 看大致的论也好 看玉切实的论也好 它就是说明你要努力地这样创造 你才有这样的功德 它就是这么讲 所有的事情都是修成的 就是这么讲这件事 无论是哪一种神通 无论是什么定力 都是修成的 都是提倡这样讲 都是这样的说法 七 无量圣节 无量圣节 为无边无际信欲居行圣节 这就是广大的境界 广大的境界 比如说无舍皆天的空无边处定 事无边处定 这个空无边处定 事无边处定 就是它广大的 观察这个空无量无边的 观察这个实也是无量无边的 没有边际 所以那就是广 叫做无量圣节 现在这里就是无边无际的信欲居行的圣节 即无边无际的所缘净的一节圣节 能缘所缘是一致的 都是无量无边的 如是做意无量故 即所缘无量故 所以这样的座义无量 所缘无量故 明无量圣节 所以我看你有一篇文章上说 在佛学院毕业以后没有事情做了 就是失业了 要给他安排一个职业 安排什么呢 或者是请他到什么寺庙里面去做方丈 做监院或是安排到佛学院里面做老师去 要让他有事情做 但这种话说的也没有错 但是我们要读这个欲协实论的话 有失业这回事情吗 要学习了佛法以后那事情太多了 没有时间去和谁去通信 和谁去打通电话 没有这个失业提 就是说修这个师摩陀要多少时间 你才能把师摩陀修成功 就看出来很多的问题 四三八定就是够你修的了 你这一生修成功了 很难得很殊胜了 那要是三身内 八谢陀 多得很 应该做的事情很多 是清净圣洁者 为以善修 以成满 以究竟 居行圣洁 这里面说的第八个是清净圣洁 什么叫清净圣洁呢 为以善修 以成满 以究竟 居行圣洁 就是这位修行人他不懈态 他没有失业的感觉 他就是把这个时间 他都用在修 就是修止观 善修的修行 修行又修行 修行又修行 这位修行现在达到成满 究竟 了 现在达到成满 究竟的一程度了 就是他这个智慧成满了 这个烦恼是究竟的 清楚了 所谓叫做以承满以究竟 居心圣洁 这书叫清净圣洁 什么是无言呢 清净是对无言说的 没有无言就是清净的 那就是烦恼是无言 世间道的清净 你得到舍戒定 就把欲戒的烦恼清除了 你得到无舍戒定 就把舍戒的烦恼清除了 你要能得圣道 那也把无舍戒的烦恼清除了 那么你就是圣洁了 那么那叫清净圣洁 清净圣洁也是通于世间道 也通于初世间道的 不清净圣洁者为善修 就是这个人他还没能够善巧的修止观 或者是修了还没成满 没究竟 这个时候的圣洁 就是不清净圣洁 这个呀 实在来说 我们佛教徒尤其是初家人 遇见各式各样的因缘 心里面有烦恼 应该感觉到这是不对 要修止观把它调伏 应该有这样的要求 自己对自己应该有这个要求 如果是起了烦恼的时候 好像没有事 就像这个地方来了土匪了 你不找警察 这个是对不对 我心里面有了土匪了的时候 我不修小止观 不修十年住调伏 一天好像没有事情这样子 这个是正常不正常 这是第九课 第九段是座义 这以下你是第四课 欲切师所作 分三课 第一课问 修欲切者犯有几种欲切所作 就是修止观的人 修禅的人 他做出来几种事 他犯这种也好 种起来有多少种 是他所做出来的事情 他做出几样事情来的 答 是 第二课是回答 回答你分四课 第一课是标 第二课是真 他回答是有四种所作 何等为师 这是真 一所一灭 最下面是裂 裂出来这四种 一个是所一灭 第二个是所一转 第三个是辩知所缘 第四是爱药所缘 这前面也都讲过的 这是裂 下面第四课是解释 解释分两课 第一课是解释 出二种 这个所一灭所一转 放在一起解释 所一灭即所一转者 这两种所作 是什么意思呢 为亲修欲学作义故 就是说这位修行员他不懈怠 他精进地修习欲学的指观 修这个禅的作义 因此所有初衷居行所义 就是所有的烦恼 就是所有的烦恼 烦恼是没有堪能性 不调油 多诸苦恼 所以称之为初衷 初衷居行所义 就是我们的烦恼 在十种项上升起的烦恼 这个烦恼于所一 于所一的舍受显现实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 身体就是五种 舍受显现实合起来 总名为身 就是所一 这个烦恼和所一在一起 他不能离开舍受显现实 另外有烦恼的 不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是在一起活动 在一起活动 因为你要常常的修止观 来调伏他 所以这个初衷的烦恼 在十种项上升起的 箭齿而灭 就是逐渐地 有次地地就灭除了 不是说一下子就灭除去 逐渐地由重而轻 由多而少 渐渐地就灭除了 这叫做所一灭 这个所一灭是这样意思 所有轻安居行 所一见词而转 那么这就是所一转 所有的轻安 你有这个烦恼的活动 就使人身心是粗重的 你要灭除去烦恼的粗重 身体就有轻安的感觉 身轻安 心轻安 就有这个轻快的感觉 而这个轻安 也是与所受险也是在一起活动的 所以叫做所有轻安居行所义 见词而轻安 这个轻安也是有威信 不较致的这种轻安 逐渐地感觉到有轻安 也是由微而助 由小而大 这样子见词就献齐了 转者齐也就献齐了 世明所义即所义转 世明所义灭即所义转 是这样意思 就是烦恼灭了 你轻安限齐了 你修止观 这是两种成绩 有这种成绩 这是两种欲切所作 辩知所缘及爱要所缘者 这是后二种 一共是四种 前两种说完了 这是说的后二种 二种分两颗 第一颗是能敬所义 辩知所缘及爱要所缘者 这也是欲切所作 这两种欲切所作是什么意思呢 为或有辩知所缘爱要所缘 于所依灭转而为上手 由此辩知所缘爱要所缘 为或有辩知所缘 这个所缘就是所缘境 所缘境就是运处戒 或者运戒处或者缘起 就是这些所缘境 这些所缘境 辩知或者是粗 咽下心丧 咽下苦处障 心丧精妙力 有厌有信 这样子辩知 这样子普遍地去观察 或者说苦空无常无恶 用这样的智慧去辩知 所受想象时 仰而彼此深意 十八戒十二处 或者只观察缘起 无明缘 缘行 行缘思 乃至生老实 无明灭在行灭 乃至生灭在老实灭 就是辩知所缘 这样就是修止观 叫做辩知所缘 爱要所缘 就是爱要所缘 下面有解释 就是你欢喜在所缘境上修止观 有欢喜心 有欢喜心 能推动你精进地辩知所缘去修止观去 就是这样意思 或有辩知所缘 爱要所缘 欲所依灭转而为上手 就是欲所依灭 所依转 做上手 做一个根本的 所以 引发的因缘 由于你 有辩知所缘 爱要所缘的关系 就引发出来 所依灭 所依转 所以所依灭 所依转 是所生法 这个辩知所缘 这个辩知所缘 爱要所缘 是因缘 犹如是因缘 而有这样的所生法 也就是一个因 一个果 也就是辩知所缘 爱要所缘 是能做的 所依灭 所依转 是所做的 就成就了这样的所做 由此辩知所缘 爱要所缘 增上力固 这以下就是解释前面这句话 由此辩知所缘 和爱要所缘的强大的力量固 令所依灭 令所依转 是这样的意思 这句叫做能净所依 这一段是能净所依 能使令 你的始终显示清净 从而主要就是令你心清净 把烦恼灭出去了 或有辩知所缘 爱要所缘 用所依清净 而为上手 这是第二个 得善清净 或者是有的人 辩知他的辩知所缘 他的爱要所缘 用所依清净 而为上手 就是你的始终显示 没有烦恼了 没有烦恼了 就是没有出众 有清安了 这个时候 使令你的辩知所缘 爱要所缘 清净了 互相辗转清净 我清净 我清净你 你也清净我 是这个意思 由此所依清净 增上力过 由于你所依的所受显示 没有烦恼了 有清净的功德 清净的强大的力量过 因为辩知所缘令你这个止观也清净了 辩知所缘得善清净 即二要所缘的愿望 愿意断烦恼 愿意去摇圣道 这个也得清净 因为这个爱要所缘 还是你的始终显示 你辩知所缘 也是你的始终显示 所以即二要所缘得清净 于其所作成半始转 于其所作的 就是所一灭所一转 这两件事成半了的时候 辩知所缘 爱要所缘的清净就显起了 就是于其所作成半始转 这样一次 世明四种修愈切者愈切所作 这四种愈切 是愈修愈切师的人所作出来的成绩 是结束这一段 问修愈切师翻要几种 这是第十一课 前面是第十可愈切师所作 这要考试的话 这就是个题目 但是你要记得住 所一灭所一转 辩知所缘爱要所缘 要记住这件事 前面有欲切坏也有四种 这四种是什么 现在是第十一课 这个愈切师有几种呢 这是个问题 分两课 第一课问 修愈切师翻要几种 修指观的人 有几种人修指观的 把这个问题也讨论讨论 也开始 第二段是回答 分四课 第一课是标 答 三 有三种欲切师 那欲切师 第二课是正 何等为三 第三课是列 一出修业欲切师 二以习行欲切师 三以度作义欲切师 禅师有这三种 这是第三课列 下面第十课是解师 分两课 第一课是先解释第一 这个解释不同 现在第一个解释 三课第一课解释是初修业 先是正 云和初修业欲切师 初开始修习指观的功德 这是初修业 未有初修业 云和初修业欲切师 这是正 未有二种初修业者 第二课是标 第三课是列 一 余作义初修业者 这是一种 第二种是净烦恼初修业者 又有这么两种 云和余作义初修业者 下面第十课解释 解释第一课你先解释余作义初修业者 云作义初修业者是怎么会实行的 未初修业 周国修业者是谁 刚刚刚说 初初开始修业者是指观的 这个印 安住一元 亲休足已 他要把他的心 散乱的心 收回来 安住在一个所愿镜上 亲休足已 安住在一个所愿镜上 不是以下就成功了 他不愿意安住在一处 他要自由 我愿意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 你强牌我住在一个地方不可以 那么你就要勤修作业 精进地要求他不要动 勤修作业 警叫他不要乱动 乃至为得所修作业 从这里开始向前修行 一直到还没得到与未到地定 乃至未得所修作业 未能处政心意净心 你这个心虽然是安住一境 但是他偏要乱不可 初开始腿疼 这个是昏尘少一点 等到久了腿不痛了你 心里就是昏尘来了 所以未能够处政 处就是政 未能够成就 心意净心 未能成就未到地定 未能成就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叫做 余作业出修业者 这就是这样一诗 那就是那个立地运转作业了 就是这个作业 这个披寻记念它一遍 未能处政心意净性者 如下所言 说说随念同分所缘 要使令这个心安住在所缘境 不要散乱 什么方法 就是随念 就是这两个字 就是相续的意念所缘境 你一直的意念所缘境 心里面就不散乱 这个说的很明白 但是做起来不容易 说说的一次又一次的相续的意念所缘境 意念这个同分所缘 是留住无罪 留住就是像是水一直在流 就是你心里面一直的相续的意念 像是房沿的水向下滴 一滴一滴地住在那个地方 留住在那个地方 就是你这个心插纳插纳的 都是按住在一个所缘境上面 所以就是留住 无罪也没有散乱也没有昏尘 十月相应 心里面有一个喜悦 你这样安住在意境的时候 修圣磨头的时候 心里都有喜悦 令心相续 明三滴地 心里面不乱 相续的安住在明境而住 于所缘境明境而住 这时候不散乱也不昏尘 这就叫做三滴地 这叫做等辞了 以明为善心仪净 这是一个善是赞叹 赞叹这心仪净是善 灵本三十卷 这段文就是三十卷八页那上面说的 不能细心与此一所缘境 明未处政 就是你还没成就这味道地定 这就叫做于作意出修业者 这是初开始的这位禅师 就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课说完了 下面第二课 敬烦恼出修业者 云和敬烦恼出修业者 这话怎么讲 这个名词怎么讲 为正得所修作意 就是前面那个人 于作意出修业的这位禅师 他继续努力地这样修 成功了 就已经成就了所修的作意 就是味道地定 这个作意成就了 于诸烦恼欲敬其心 虽然成就了味道地定 心里面还是有烦恼的 当然比那个 没成就味道地定的也轻微 虽然是轻 但是还是有 那么这个时候有烦恼在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于诸烦恼欲敬其心 这个人是有凶心壮志的人 不得少为主 我得了味道地定就停留在这 不 他与内心的诸烦恼欲敬其心 想要把这个烦恼调削 消灭了他 使令内心清净 他想要这样子 发起尸烦恼欲敬其心 所以发起尸受正心修习 了相作意 他就开始尸受 尸受就是拿过来 就是开始行动了 还是什么行动了 就是正心修习了相作意 就是合乎佛法 精进 什么事情呢 修学习了相作意 就是咽下心丧 咽下苦诸障 心丧精妙力 就是出一个净 这是了相作意 明净烦恼出修业日 这个净烦恼出修业日 和那个于作意出修业日 不同 就是在未到地定 又开始继续修行 断烦恼的事情 叫做净烦恼出修业日 云和以西行欲切诗 这是第二课 前面是解释出修业日 分这么两种解释完了 现在第二课解释以西行欲切诗 怎么叫这以西行欲切诗呢 为出了相作意 欲于乃至加行究竟五作意中 以善修习 这还是那七种作意 这个了相作意 这个以西行欲切诗 为出了相作意 这个了相作意前面这个净烦恼作意 已经修习这个了相作意了 现在这个以西行作意 所以不算这个数 就是超越了这个了相作意了 那么对其余的 那七种作意 除掉了了相作意 剩余的 那么的确是圣洁作意 远离作意 奢乐作意 观察作意 三角地修习成就了 达到了加行究竟作意 达到这个程度了 这个时候叫做以西行欲切诗 叫做以西行欲切诗 这样子 这个以西行欲切诗 就在七个作意中间的五个作意 中间的五个作意 叫做以西行欲切诗 那个了相作意 是净烦恼的 除修悦的欲切诗 念这个批语记 于乃至加行究竟五作意等者 为圣洁作意 远离作意 奢乐作意 观察作意 加行究竟作意 此五个作意 望处了相作意说明为欲 是在了相作意之外的 当之此以西行 通说欲修作意 即净烦恼作意 这五作意 这个以西行 也是通于前面的欲作意 出修业者 净烦恼出修业者 通于这两个眼 就是由欲作意出修业者 进一步 就达到了净烦恼出修业 由净烦恼出修业 再进一步 那么就是以西行 这就是分三个阶段 就是一个人通过这三个阶段 还是那个人 所以就是通 下说 当之此以西行 当之此以西行 通说欲修作意 即烦恼即净烦恼作意 下说以度作意 当之以耳 也是 还是那个眼 向前进步 是这个意思 云和以度作意 云和以度作意 欲却施 这是第三个 以度作意欲却施 怎么叫做以度作意欲却施呢 这个时候就名为 以度作意欲施 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呢 由此超过家行方便所修作意 安住修果 事故说明以度作意 就是由此超过 由这个作意 超过了前面那个六个作意 都算是家行方便所修作意 超过了前面 或者说那五个作意 那第一个作意不算 超过了前面的五个作意 安住在修果上面 就是得出禅了 出禅是修果 修果 安住在修果 事故说明以度作意 这个意思 这是第一个解释 第一种解释 这三种欲却施 第一种分两种 修果也把这数建起来 就是四个欲却施 有四个阶级 这样说 七种作意 就是三个欲却施 再加上前面 于作意出修业的 净烦恼作意的 那么就是四个 四个欲却施 要始终修细 善法欲已去 乃至为其顺觉摘分善根 于而所施明出修业 前面是第一种解释 现在是第二意的解释 分三颗第一颗是解释 出修业 要始终 要这个佛教徒 开始从修习善法欲已去 前面那个定制梁那里 说到这个善法欲 我不知道你们记住没有 善法欲什么意思 善法欲就是发心出家 发心出家修晓圣道 善法欲 以去以后 乃至为其顺觉摘分的善根以来 这个时候 于而所施明出修业 在这个阶段内 就叫做出修业的欲却施 是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我们又解释这句话 这是叫做出修业 第二颗 第二颗叫以习行 要以其顺觉摘分善根 所谓难顶随顺低隐 事的依法 明以习行 这样意思 这个难顶隐 事的依是内凡 前边呢 为其顺觉摘分善根 那就是外凡 这是外凡 外凡 外凡呢叫做出修业 欲却施 内凡呢叫做以习行 欲却施 欲却施 此等 此第二颗十三差别 这是第二个颗 解释三种欲却施的差别 唯说净烦恼欲却施 因此这三种解释 就是前面 指那个净烦恼 有些事说的 因此 这个前面净烦恼 是世间道 这里可是不同了 这里是指出世道说的了 言顺觉摘分善根者 这句话怎么讲呢 善根有事 就是善根 这个善就是德无声发言的 无漏的智慧 无漏的界定慧是善 无漏界定慧的根 就是有四种不同 为难顶隐私的义法 就是这个 这个难顶这两种 还是有可能会退 这个严实的义是决定不退了 这个退的善根里面 有难顶的不同 不退的善根 有严实的义的不同 是这样子 下文有解释 与此善根亲修加行 能生真实觉摘清净至见 这个觉摘 这个觉摘是清净至的相 相报 这个觉就是决定 这个决断是智慧的相报 在智慧活动的时候 减载观察思维 观察思维的结果 能把烦恼断出去了 就是叫做觉 那么这就是初见道 从初开始得圣道的时候 成就的智慧的相报 就是觉宅 能断烦恼的智慧 就是觉宅 这个智慧就叫做清净至 清净至见 因为它是能断烦恼 所以它是清净至见 此随顺彼 即是彼分 这个南定义识的义 的善根 能随顺彼 清净至见 即是彼分 此南定义识的义 是彼清净至焰的分 是它的因 分者焰焰 是它的因 由此焰而得逼过 顾名顺觉宅分善根 这个顺觉宅分善根就是这么讲 它是能随顺 这个顺字也就是引发的意思 能随顺 能引出来顺觉宅分的善根 这个善根能引出来顺觉宅分 能引出来顺觉宅分 它是顺觉宅分的分的因 这个意思 此中南定义识的义法 如下别识 下文一样一样得会解释 这里不要解释 这是把出修业和以西行解释完了 出修业就是外翻 以西行就是内翻 现在解释第三个 以度作义 分两个 第一个便位 要以正入正行离生 得地现观 不由他缘 于佛圣教 不为余缘之遂因多 要以正入正行离生 就是前面以西行遇些事 就是已经修这个顺觉宅分善根的这个因 要是他精进 努力的精进 这一天 呼缘间得圣道了 就是已经正入到法性 远离了有所得的这些虚妄分别了 得地现观 他能够于苦即灭到四地上 成就无漏的分 无分别的智慧了 不由他缘于佛圣教 不由余缘之遂因多 得地现观 是不由他缘 不是由别的力量成就的 我们这个分别心 我们对佛法有所理解 这是由他缘 有经理论的书 我们要去阅读 这个经理论就是他 能帮助我们明白 这是十二缘起 这是古其别道 听佛说法 听阿罗汉 听菩萨演说佛法 这是由他缘的 叫我们明白多少佛法 这是由他缘 但是你要是见地异地 不能由他缘的 你要自己依据你从文字了解的佛法去修止观 你要自己成就这无分别之 这无分别之 别人不能给你的 你要自己努力 你才能较无地异地 但是不是由别人的 你非要自己努力不可 只要是不由他缘 与佛圣教不为欲缘之随隐得 你对圣教的印识 达到不退短的境界了 对圣教苦及灭道 十二缘起 无明灭灾生灭灾老死灭 达到那个理切相底 无分别的境界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为欲缘之随隐得 这一其他的魔王鬼怪 不可以影响你的 他不能影响你的 我看《长老尼记》上说 对阿罕尼里特也是有 一个比尼德阿罗汉了 这个魔王来捣乱他 跑到他身体里面来捣乱他 这比尼迪说 请你走 他就得走 那个魔王就走了 他不敢不听他的话 就是这个事情 所以不为欲缘之随随随随随随 大一二十明度作义 这个时候正入正行离生得地献灌量 这个时候叫做一度作义 就是超过前面两个作义 十二显义 又比超过他缘作义 前面两个作义都还不行 都是外缘他容易破坏他 他还需要经历论地保护他 佛不是教导他 还要靠他缘 但现在这里超过这个境界了 诸非他缘所有作义 他自己正念提起来 这个根本无分别之现前了 就是 就当着无分别境界了 当着圣经了 当着法性的境界了 世故名为以度作义 以度作义 欲缺失了 这个下面是第十二课 十二 欲缺修 怎么样来修这个欲缺 这是第十二课 分四 丑一是征 云和欲缺修 这个指观要怎么样来修呢 说这个问题 分四课 第一课是征 云和欲缺修 第二课是标 未有两种欲缺修 第三课是列 一课是想修 二课是菩提奋修 这是两种修 这是标列 下面第四课解释 分两课 第一课先解释是想修 分三课 第一课是证 云和想修 这个想修怎么讲呢 这是证 下面第二课解释 为何修世间道实 于诸下地修过幻想 这是第二课解释分两课 第一课是别列 第一课是别列 又分成四课 第一课是过幻想 为何修世间道实 这个欲缺修 分这个 有想修 有菩提奋修 这个想修 怎么叫做想修呢 就是 或者是修世间道 世间道 不是涅槃道 修世间道的时候 于诸下地修过幻想 就是由菩菩想天是上地 无所有处地以下都是下地 或者是欲界无曲杂菊地是下地 初净律是上地 初净律是下地 第二净律是上地 是辗转的向上 一直到最后 菩菩想是上地 无所有处是下地 于诸下地修过幻想 对这么多的下地 辗转的修 它是有过幻的 有苦乐又悉手 这些过幻 看这个批询记 于诸下地修过幻想者 未观欲界最初净律 乃至无所有处 未观欲界最初 净律乃至无所有处 对非非想处 一切下地苦恼争夺 它的苦恼争夺 是受量减少 一个苦恼争夺 一个受量减少 欲界就没有舍界初禅的寿命长 初禅又没有二禅 三禅没有四禅寿命长 乃至到无所有处地 还没有非非想地寿命长 非非想天的寿命最长了 这是这样子 诗明于诸下地修过幻想 有初性意 是有过幻一故 这前面已经解释过了 这样子 最明显的是 欲界的无取杂举的过幻是太粗 很明显 是不如初净律的那么殊胜 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但是也是最难的地方 欲界的人能放下欲 而能够离欲 能够到初净里去 很难 第一个修过幻想 下面第二修断灯想 霍修涅槃道时 欲断界离欲界灭界 观见罪生寂静功德 前面是想修分两种 一个霍修世间道士 这下面是第二端 修涅槃道士 修涅槃道士就是初世间的圣道 这个时候 于断界 离欲界 灭界 这是三界 这三界 观见罪生寂静的功德 这是最殊胜的功德 这个断界 实在就是修五耳观 就是得见道 断灭了见道所断的烦恼 这是断界 修五耳观 就是修四年处 四年处主要是修五耳观 断界 离欲界就是修道 由见道以后 虽然已经是入正行离生了 但是他内心里还有烦恼 还有欲界的烦恼 还有舍界天 无舍界天的禅定里面的烦恼 这些烦恼都是欲 需要继续修四年处 就是断灭出去这些烦恼 叫离欲界 这是修道所断的烦恼 灭界 就是前面于断界断出了见烦恼 离欲界断出了散界的爱烦恼 这两种烦恼断出了以后 就是一个剩下来就是舍舍显现实了 舍舍显现实 这个时候把舍舍显现实也灭了 就是灭界 就是无欲涅槃的境界了 修涅槃道的时候 对于断界 离欲界 灭界这三界 观见最胜寂静功德 它能够观察 能见到 由观而见 见什么呢 见这三界有最殊胜最寂静的功德 因为有烦恼就不寂静 心就动乱 这三界是远离了烦恼 舍舍显现实是烦恼的果报 烦恼耶稣德的果报 所以也不是一个理想力 把这三界的因果都洗灭了以后 就是不生不灭的寂静的境界 就是涅槃的境界 观察涅槃是最胜寂静的功德 这里面有西木相 心求的意思 休息断相 离欲相 灭相 所以观见涅槃是特别殊胜寂静的功德 所以就休息断相 离欲相 灭相 灭足居然 离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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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断相 离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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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上下想 有前后想的不同 这是前边 这等于是标出来 第二课是解释 随时分两课 第一课是先解释这个上下想 解释圣瓦陀的这个上下想 什么叫做上下想呢 未观此身如其所住 如其所愿 观察这个所住和所愿 什么叫做所住所愿 你看这个批询记 如其所住 如其所愿者 诸为献法 命根相续 就是你现在这个批询显现时 这个命根还相续 安住在这里 没有死掉 住在这里 这句叫做住 愿为前记 希求爱药 愿争上力 寿命和和相续 安住 这个其实也是住 就是加上了心灵上的希求 愿就是前记 开死的时候 你希求爱药 就是爱药就是爱着这个生命体 所以希求所爱药的生命体 它能够寿命和和相续安住 希望它不要死掉了 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由愿的增上力 愿也的确有关系 愿也有很大的力量 希望这个寿命 寿命是什么呢 就是舍心和和相续而住 就叫做寿命 这就叫做愿 为观此身 如其所住 如其所愿 上从顶上 下至诸下 这个上 就是头顶 为上 下 就是到诸下 种种杂类 不净充满 这里边就是心肝匹肾 这些东西很多很多的 有三十六物 都是不清净的东西 充满在里边 就是外面用一层皮包起来 就是不净充满 为此身中所有的种种的法 毛 含毛 还有着词 如前广说 前边修不净观那一段文 已经说过了 说了不净的形象 那么这个地方 说到这个奢摩陀品 是指 指实在就是修不净观 你修这不净观 他能把这个欲停下来 这叫做直 前后想着 就是修这个匹不守诺 前后想 匹不守诺修观 是修前后想 前后想怎么讲呢 这是第二课 分三 第一课是标所观象 前后想着 未如有依 就是这一个修行音 于所观象 因亲肯道 善取善失善了善达 就是这个匹不守诺是智慧 智慧是能观察的 来观察所观察的相貌 于所观象 因亲就是不懈怠 精进 肯道是很硬真的 不是麻麻糊糊的 善取善失善巧的 所以把这个所观象取在心里面去 取到来以后加以思维 善了善达 能够明了 能够通达 怎么样的善取善失善了善达 下面有解释了 第二课是显其差别 显出了所取所思 所了所达的差别项 为主观于座 座观于我 或在后行观察前行 此在显示一批不舍诺 观察三世原生族行 观察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族行 就是十二元起了 这样意思 这个批勋记也有解释 但是批勋记的解释 也就是后边 这个玉学师论的论文一样 那么我们还是念这个论文好了 那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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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